在香港雖然这些地方是比较少 但是也有些地方选择的 例如在山区、元朗、楼河山 都有些空地是可以操作的 除了选择适当的地点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安全守则是需要遵守的呢 飞机是一个很高速 很有危险性的一个玩具来的 在我们操作之前 必须要很小心去逐一检查 最重要的是在开始时要检查 所有移动的零件有没有松脱 连接点会不会太松开 之后检查好了 然后才可以将飞机放在头上起飞 如果我们起飞之前没有受到全面检查 失事的时候跌到有人的地方 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人生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 这架飞机适宜离开地面 作一个飞行 在操作无形直升机或者无形飞机的时候 有什么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绝大部分的无形飞机或者无形直升机 失事都是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发生的 所以在我们操作无形飞机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飞机不要向着有人的地方 如果万一这架飞机真的失事的时候 它也不会撞到一些人造成人命 或者人生的伤害 总括而言 只要大家玩无形直升机 无形飞机又或者放风筝的时候 记得要留意周围的环境 是否安全、适合 以及会不会危害到其他人 只要大家遵守相关的法例 以及安全守则 那就玩得开心又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